民主党民调下滑原因竟是和川普唱反调,让选民不满还撒谎,川普总统10月27日在伊利诺伊州助选集会上中期选举投票日前最后一周,民主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在竞选资金,比共和党占优势的情况下,这让很多人包括民主党人自己都以为,是不是缺乏一个明确有力的诉求来赢得大多数选民。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就这个问题福克斯新闻,征求多位资深分析人士的看法,归纳一下发现最主要的问题,竟是选民对民主党的对抗,resistance,心态感到担忧民主党的对抗,也就是和川普总统唱反调对着干有专家说,民主党讲得听起来很不错,但是选民们质疑民主党只是将川普总统, 还没有做的事拿出来说是,其实他们自己并没有实际解决的方案,有点是为了反川普而讲这些话题,给选民造成的印象,只是为了反川普而反川普提出那些提案, 比如民主党提出一定要保留的奥巴马健保法,其实它的个人自付费用,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已经上涨了一倍,从原来的负担的起变成负担不起, 当川普总统已经保证共和党的新健保法也会保原来存在的疾病时,民主党仍然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总统并撒谎说川普的新健保法不保救病,赞助商练接赞助商,练接又如最近,发生的系列邮寄炸弹事件和犹太教堂枪, 杀案,以CNN和华盛顿邮报为首的左派媒体,在事件真相还未搞清楚之前,就把全部责任推到川普总统身上,这种对抗总统的现象让选民们担忧,一旦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后,他们会试试阻挠川普总统的议程把美国带回分裂的局面,根据福克斯新闻的预测, 在目前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中民主党有把握拿到212席共和党拿到202席,还有21个席位选情不确定,最后阶段最重要的是要看中间选民的态度。